就是基本上就是把剛剛只有清除那個B欄的部分多清除這些啦 反正把這些欄通通清掉 清掉完之後的話那我如果今天希望做出剛剛的效果按下去 OK全部都做完了 那可是你想說老師那這邊如果說 因為其實我們主要是這個地方 如果你不希望說這個看到的話很簡單嘛 你可以按右鍵 把它隱藏起來不就好了 清除 有沒有也看不到了 那當然未來如果你更強大 更強的話 你就不要那麼多懶了 你也可以一次全部做完 可是可能要看功力啦 不過我強烈不建議啦 即便你功力很強 你還是分 分階段 因為一次全部做完真的是太困難了 好那最後呢我再把重點提示給各位看一下 一樣做清楚這個應該沒問題啦 頂多是說因為我清除是多藍 前一題是只有一藍 所以 你反正你以後不管是要清除藍嘛 你就都寫在同一個回圈就好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一樣是把公式寫在這邊 那我們這個地方貼上之後 我一樣把A2的地方把它改成I嘛 有沒有 那做法跟剛剛一樣啦 所以如果細節的部分 假如還是沒聽懂沒關係 參考前面講的部分 就是什麼 切開來 串接符號 再加個I 那串接符號前後加空白 那這邊這個不用 這個是輸出那個什麼 用 Application.workshade function 的DBS CS 去取代BigFind 把它轉成全形 然後再去算這個轉成全形 總共有幾個字 一樣 這邊要把它加一個I 然後 然後再轉成半形 然後再把最後的公式呢 直接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這個地方來 那並且怎麼樣呢 並且就是在把它 就是 等於是執行 執行之後 就會是最後的結果了 裡面 可能你們會看的比較頭暈的應該是這個東西 這個實際上本來是2 我只是把它改成那個 加一個I出來 這個東西呢 最後 可能 已經放在雲端上面了 如果各位要參考的話 請各位看一下這個地方 另外 雲端上面當然 這有個即時通訊 有同學好像會貼個問題 已經有同學已經做好了 這是什麼東西 OK 這樣判斷那個 OK 反正這個同學寫的 也不錯 可以 參照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他這個地方好像也有用到密的函數 這個地方做法蠻多的 可以 試試看 也許 有蠻多的 做法 然後 當然也不見 沒有所有的標準答案 有 裡面的話 當然也可以牽涉到 轉 轉碼 只是說哪一種方式 寫完之後 程式會 比較簡短 因為同學貼上去的東西 當然這個方式寫得不錯 只是可能有些同學會因為這樣會 不太能夠了解裡面到底在做什麼 可以參考一下 今天的話我們先到這裡